记者蔡书源台中报道,在市场卖丸子的叶石斌,四岁时因脑血管流开刀两次输血,16岁家中火灾造成全24%2-3度烫伤也多次输血救命,为了保恩回馈,17岁符合捐血年龄就开始捐血保恩,至今20年不间断,已经捐血近600代热血, 今天在捐血表扬大会分享经历,他开心直说,捐血让人快乐又充实,叶石斌说,两度生死交官,都靠输血救命,让他很感恩,因此,读高中时看到捐血车开进校园墓血,就迫不及待冲上车捐血,从此定期捐血,先是捐全血,六年前来改捐分离数血小板,每两周就到捐血中心报道, 叶石斌因脑伤无法吸车,每次捐血从大雅坐公车进一个小时到疯人,再走20-30分钟到捐血时,捐血再花上二小时,仍乐此不疲,而且他有贫血,为了维持血液品质,严格控制饮食,近吃阻断铁质的食物并多补充含铁质,希望让血液发挥最大功效,叶石斌说,捐血是救人救济, 这段期间,家人也因重病输血救命,而且捐血也是享受,像去捐血时会经过妙冬夜时,文化中心,就会顺路吃小吃,看展览,每次捐血都有不同的风景,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捐血行列。 台中捐血中心去年总捐血数达到52231代,供应中张头等中部三县市医疗院所使用,今天举行大会表扬既有捐血人和团体,竹山紫南宫募集15184代血液,获社团单位冠军, 冯甲大学募集到1850代,陆军第十军团指挥部募集到1145代血液,分别荣获学校,国军部队组第一名。 今年的表扬大会共颁奖表扬1066位百次以上分离数捐血人,2105位百次以上全血捐血人,140个团体单位,14个学校单位,7个军方单位及14个特殊贡献单位。